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省 会开始思考 我要继续追吗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311日本发生非常大的海啸地震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开始一步一步 投入环境教育这个领域 透过教育 透过分享 一方面是唤醒自己 一方面也多多少少提醒社会大众 能够重视环保 然后力行环保 环保站里面堆积成山的这些回收物 甚至里面夹杂厨鱼 夹杂垃圾 所以心里面会很有感觉 所以讲起来 我相信第一步就是感动自己 我的每一张投影片 那个呈现对不对 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顺不顺 逻辑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办法感动人 希望我们大家进化我们自己的心 然后再去进化好环境 所以我自己其实在2013年我也发愿要讲一千场 所以这个我想我会持续继续用心地在这个领域继续更运